最近太多事情在煩 你是因私事還是因公 如果因公的話 那個焦慮的來源會因為柯文哲引起的 居然說坦白說這此地無銀三百兩 因為我們最近其實大家很少去討論到柯文哲 但是柯文哲呢自己常常談到柯文哲 你知道他談到自己什麼嗎 理論上過去的柯文哲開口都是金句 什麼意思 隨便講個兩三句 新聞馬上變成標題 都在各家媒體追逐的對象 但你最近看到柯文哲 你會發現只有一件事情 他唯一談的是什麼 弊案 弊案還是弊案 這個我們各位 我們可能沒辦法強迫他 他自己在談自己都是談弊案 沒有討論其他的話題啦 國會無法也沒有聽到他什麼聲音嘛 所以你看喔 最新的民調裡面的每一檔電子報 做出來說什麼 柯文哲在台北市場任內 你如果認為他有涉犯貪污 而且現在已經列為被告對不對 請問你覺得他會收押的人有幾個 竟然有高達37.5% 各位你看這個數字不準 因為你要看喔 認為他沒有違法的只有32.5% 換言之我們把不表態的扣掉 光表態的人裡面超過一半 都會認為他會被收押嘛 這才是柯文哲現在最焦慮的關鍵嘛 包括你看他接受專訪的時候 他談到一件事情 各位這真的是撩爆了 為什麼講撩爆 沒有人問他金華城的事情 結果金翔哥他主動談到金華城的事情 而且你知道他談什麼 他說 哎呀我跟你講 目前為止喔 來第一個關鍵是目前為止 第二個關鍵是沒有金流啦 哎 有人跟你討論金流嗎 沒有 沒有人跟你討論金流 他突然間不知道天外飛來一筆說 沒有金流這件事情 後來才接了這一句說 對啦對啦 我就土利啊 但你跟我想 哪一條違法 哎 很多人都在罵柯文哲說 哎你外行 包括有數位說 你法盲 我不這樣認為喔 我覺得柯文哲 非常的厲害 非常的精準喔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土利的要件裡面有一個非常關鍵的叫做是 必須要違反法令 所以柯文哲很清楚啊 等等 全世界都在懷疑你土利的時候 你反而對他入座說 對啦土利 他哪裡聰明了 不是 那我問你宣揚客 他為什麼知道說檢察官或者是法官 檢察官到目前為止沒有查到金流 他為什麼知道這個資訊 你怎麼可以知道這些 沒有金流是他講的嘛 對嘛 所以代表柯文哲一定有相關的資訊嘛 不然他只會說哎 我跟你講目前為止 沒有金流啦 他應該是講一句話 我給你保證我八年 絕對沒有收過常商任何的錢 有的話你把我上把我抓起來 是不是 你在挑釁嗎 所以他代表他知道嘛 他知道說有沒有金流這件事情 那沒有金流 唯一貪物資訊條例 能辦的只有一個案件叫做土利案嘛 所以土利案裡面 他也有必須要有一個很關鍵的叫做說 違反法令 那唯一在金華城這個案件 最顯而一件違反法令的請問一下是什麼 容積獎率創設 三項容積獎率嘛 什麼綠色城市啊 什麼環保城市 是智能城市啊 那三項是法令所沒有的 所以你看喔 柯文哲緊接而來 他接著下一句說什麼 說不好意思 這個是都委會 50個人共同承擔 大家一起做決策的 即便最後 啪 蓋章的柯文哲 所以他知道說 唯一可能會被 半圖利的就是這一項 而這一項 他把50個人全部拖到自己的船上 請問一下 你奈我何 好 當超過 將近一半的人在說 柯文哲你要當心 你可能會被起訴的時候 柯文哲倒是去擔心他的弟子子 子弟高鴻安 他說高鴻安要是斷了金流 你不給他半薪的話 那他願意掏腰包供養高鴻安啊 不是啦 居然跟這項莊武建議在佩宮嘛 那柯文哲你看陳佩琦聯書 談了老半天高鴻安 都在前面都談高鴻安 關心高鴻安就後面在談什麼 三大案嘛 所以他關心的不是高鴻安 而是說你們怎麼辦高鴻安 未來會不會怎麼對我 所以他現在等於就說 我那時候先前就講 我說他一定會力挺到底高鴻安 因為理由很簡單嘛 如果高鴻安死了 他也別想活了 因為會一樣辦你 包括在黨內 或者在社會上的氛圍 所以他說什麼 啊 我跟你講高鴻安喔 需要救濟啊 很可憐啊 結果大家去調他存款 說裡面有多少錢 啊沒有啦1800萬 那大家想說你開我什麼玩笑啊 你身家1800萬啊 你說你要去救濟他 那你先來救濟我吧 柯主席柯市長我也需要救濟啊 對不對 但是你看喔 包括吳敬議講說什麼 他說我跟你講 八成的台北市民 認為柯文哲會被起訴 這個是最關鍵的 因為你如果仔細看那個民調裡面喔 理的台北市越遠 就是換言之跟他越有距離感的人 越認為柯文哲是清白無罪 反而是越靠近他的人呢 包括我們講台北市 甚至跟他接觸過的人呢 都會覺得說 柯文哲可能會有太大的問題 但現在的最嚴重是什麼 最嚴重的是即便現在檢調 到目前為止都還在偵辦進度 還在他治案 結果我們沒有想到柯文哲 好死不死 你知道去提誰嗎 去提賴清德 因為大家都知道賴清德現在要幹嘛 打攤啊 樹攤嘛 對不對 結果他說 我跟你講賴清德喔 你這個人很愛郭家 只不過你看 架一個這個我們講 哎呦 怎麼暗道了 再一次啊 哎呦 架一個這個啦 你就變希特勒了 希特勒你在講什麼啊 對嘛 所以我跟你講 他去冒犯榮嚴 冒犯我們的腎上 所以後來現在講說 你柯文哲到底是不是氣急敗壞 什麼都口不折嚴了 會不會更加速你的時程 因為龍介先生已經講了 九月份可能就會把他抓去關 但我在看啊 理論上來講 柯文哲這個案件不是不辦 只是時機未到 而等到結束下來 就算還沒有真的開始辦之前 他恐怕都已經輾轉難眠 這日夜我們講的非常的煎熬 這是他自己必須要承受的心路歷程 我以為你怎麼來看高鴻安 上個星期五被判刑這件事 他已經跟柯文哲的政治命運 跟民眾黨政治命運掛在一起 綁在一起了嗎 後續的骨牌效應你怎麼觀察 高鴻安的事件 這個對柯文哲對民眾黨 當然會有很大的負面的衝擊 接下來就要看柯文哲跟民眾黨 怎麼好好去處理這個事情 其實處理這個事情也不難 第一個問題就是在於說 要對高鴻安事件做定性 我們知道凡是貪污案件 都一定有貪污的意圖 你要去解釋這個高鴻安 根本沒有這個貪污的意圖 要把它形塑成一種 司法性的政治案件 或者政治性的司法案件 如果柯文哲跟民眾黨 能夠很成功往這方向處理的話 高鴻安事件未必會成為民眾黨 跟柯文哲的負擔 但是如果處理不成的話 就會成為他的負擔 第二個 這個民眾黨很可以找到很好的例子 比如去年在新北市 有一個民進黨的市議員 叫周亞什麼的 他被指控了 用人頭戶來詐領助理會 高達一千三百多萬元 一千三百多萬元 高鴻安那個小錢 結果他判刑結果什麼樣 判刑八個月 緩刑三年 你說這個差距有沒有太大 差太多了 差太多了嘛 那又比大家人心若皺的嘛 誰都會覺得高鴻安是被迫害的嘛 所以你要去刑溯這個 就這個反而是國民黨的立委 王宏威提出來的挑戰 民眾黨反而好像不願意去保護他們的高鴻安 這種詞語是不對的 那第三個 就要就這個案子 倒過來對於民進黨的政府 提出很強烈的抗議 那如果讓任量高鴻安這樣默默的含冤 也是沒什麼道理的 因為我們知道犯罪一定要有意圖 犯罪才會成立 很明顯的高鴻安在這裡面沒有意圖嘛 你沒有辦法證明他有意圖 因為金額實在太小了 所以我個人認為這個裡面 這個有司法秉承喪意在辦案的情形 是很明顯的 那民眾黨如果不能 這個打起腰桿來面對這個案件 反而因此而退縮的話 民眾黨跟柯文哲都會受到很大的傷害 好 宏威大我們要看到千頭萬緒 難怪柯文哲把臉埋在他的手掌裡面 會不會搞到後來一人滅一黨 最恐怖的情境啊 高鴻安出世 我覺得當然對民眾黨來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衝擊 那麼高鴻安現在當然他選擇的是自動的退黨 那麼柯文哲因為他自己身上他都應該很清楚 很多人說可能下一個就是柯文哲 大家都知道柯文哲現在手上也有五大案 包含台北市議會有這個成立專案小組 調查小組在調查他 那另外也有人去控告他 所以他現在會擔心如果他也深陷在這個司法案件的泥鬧裡面 假使柯文哲非常不幸的他被起訴或者搜索的話 請問一下柯文哲要如何自處 那按照他們的規定如果被起訴的話 事實上黨主席都要停權 那大家都知道民眾黨他事實上是一人政 他就是一個一人政黨 那我群龍無首怎麼辦呢 對 就被群龍無首 老實說我覺得他們現在講說 那我們是不是來預備著 如果黨主席不能逝世的時候 那麼來安一個副主席 其實我覺得以現在民眾黨的狀況 只要柯文哲出事整個黨一定會潰敗 因為說實在他們是好幾個月亮 柯文哲是唯一的太陽 但是月亮好幾個 黃國昌他聲量也很高 但是不要忘記還有一個黃珊珊 然後再加上這個蔡壁如 那事實上我們私下也聽很多 這幾個月亮之間 其實彼此的角力 甚至名稱暗鬥的傳言也非常的多 所以不會完全的服眾 除了沒有了 柯文哲就沒有辦法完全服眾 所以現在危險是在什麼樣程度呢 大家想說柯文哲如果出事的話 2028就沒有 我直接告訴你 如果柯文哲在司法上裡面出事 他沒有辦法渡過難關 連2026都沒有了 你不要再想說 民眾黨還要再拒選2026 因為高宏安就是一個例子 而且這個案子呢 對民眾黨最大的衝擊是什麼 以前柯文哲常講說垃圾不分藍綠 國民黨民進黨都在貪啊 因為我們不可否認的 確實民進黨也好 國民黨也好 都出現高官貪污的案例 確實有這些潛力 所以以前柯文哲可以很 很那個 一步很驕傲的說啊 反正就垃圾不分藍綠 但是呢 現在民眾黨你自己也出事了 等於是你以後 你沒有辦法做市場區隔 你也沒有辦法用這樣的話術 來去批評國民黨和民進黨 所以這是未來民眾黨 還有柯文哲自己最大的難題 下一刀揮向誰 很多人直接了當的說 那麼英系的阿哥們 會不會瑟瑟發抖 好 那剛剛講到鄭文燦過去 這幾年2017 大家都有最大的問題 為什麼有監聽到 有拍到都沒動 難道之前的蔡英文總統有交代嗎 這個我們不能亂講 因為蔡英文總統講說 可能他是總統 下面簡單怎麼辦 我怎麼會知道 但是畢竟關係是連在那邊 因為賴清德 還有蔡英文 鄭文燦 在蔡英文在的時候 鄭文燦 賴清德現在 似乎就是讓檢查好好去辦 所以大家就會回頭再問說 那蔡英文總統身邊的人 英系 因為他也算是 是不是一個一個都要注意了 就以前可能沒辦 現在都要辦 那馬上就見指另外一個人 就叫陳其邁 為什麼陳其邁 因為陳其邁才是真正 我昨天其實在我們的報名 就跟大家講 真正有可能有政治能量的 不會是鄭文燦 鄭文燦都一個海基會董事長 就冰起來了 現在連海基會董事長沒有 真正在高雄地方 只要2020年 繼續高雄市長 還能夠民進黨執政 那陳其邁就已經卸任了 行政院長 所以可能就找他當行政院長 就是賴清德反而要拉穩 這個地方諸侯 所以有政治能量的 其實陳其邁 所以大家回頭來講說 陳其邁有沒有能量 跟能力去威脅 或是挑戰到賴清德 那大家就會去問 陳其邁 你現在會歡樂嗎 那陳其邁馬上就講 他說勿網勿縱 他對於這事情 也沒有特別的表態 挺鄭文燦或者是拼命 沒有 就講勿網勿縱 那觀眾朋友 除了這個以外 這是黨內的人嘛 鄭文燦 陳其邁 那黨外呢 黨外2028 眼見一定還有一個人的 國民黨是誰不知道 大家講說韓國瑜 會不會再回來選 盧秀燕 那先不管 民眾黨黨主席 柯文哲 他也沒有其他的 他說2028他不選嘛 所以要嘛就選2028 所以大家講說到2028還會有 柯文哲的時候 那柯文哲還會不會是 賴清德總統2028的挑戰者 重大的威脅呢 觀眾朋友 7月6號是鄭文燦的生日 那一天他被叫去 直接升壓 對 8月6號是柯文哲的生日 唉唷 一個月後 我記不記得說生日 是是是 我不是說8月6號他就要被怎樣 那剛好就7月6號他生日 然後就被約談嘛 對 但是我也不是亂講 就是說為什麼大家會討論 俊強哥兩個點 第一個 因為台灣民眾黨的柯文哲主席 絕對會是我們台灣總統 兩咖都上咖都那個變數 對 第二個 剛好前一陣子 確實台北市議會也好 或檢調也好 再查台北市的三大案嘛 所以三大案如果 爭辦得差不多以後 有可能約談大家的這個機率 確實是存在 但是我還是要強調一次喔 在我評論完最後一句還是 中華民國是無罪推定 任何人在被確定有罪之前 都應該視為無罪 阿伯真的出大事了 這一次呢就是我們看到的第一果菜市場了 有沒有涉及官商勾結圖利 被告上了法院 現在被列被告 另外一個說不清講不明白的是 北市科到底有沒有圖利新售 科文哲常常都說 把資料公開啊 把錄音內容公開啊 把會議紀錄公開 問題是不存在的會議 你要怎麼公開呢 俊翰哥你剛才講到阿伯初四喔 這句話講得非常精準 為什麼因為原本呢 只有初三只有三件三大弊案而已 就現在第四大弊案已經跑出來了 也就是呢 由這個議員所告發 柯文哲跟彭震生 在這個第一果菜市場呢 以及魚類批發市場 這一次的整個檢像發爆的案件 我簡單跟一下各位講一下 你就懂了 原本呢他規劃呢 是一棟是魚市場八層樓 一棟是蔬果市場六層樓 結果沒有想到最後兩邊 都只蓋到五層樓 那俊翰哥請問一下 這種蓋法 這種發爆法 他要怎麼取得建造實造 對啊 都會完成啊 蓋到一半嘛 半成品嘛 蓋完啊 對 你就得把它蓋完 敗完你得要做什麼 追加預算 那我就問你 他第一個標案只給的就是五層樓 五層樓的預算 包括125億到140億 這個金額不管 但總而言之 他怎麼可能通過實造建造 因為實造建造要什麼 消防安檢啊法規啊 你建築整個要 合乎一個完整的建築使用 但不管 柯文哲就是把這個案子呢 直接包給中華工程的 後續再追加預算 所以總金額高達 最近將高到190億 所以現在檢調說好 那我們列為他自然 一樣用這種黑金素攤專組的方式 來去進行調查 但真正可怕不是在這裡 現在柯文哲擔心的 反而不是12345678 到底有幾個弊案 反而最擔心的是什麼 其實不用這麼多案子 只要有一個人 這個人如同高昂案子的人 這個叫做小兔主任 跳出來 如果內部人爆料 一槍斃命 當然就一槍斃命 關你幾個弊案 反正進去關就進去關 所以你看喔 現在陸陸續續有非常多人 跳出來首先 包括這個 前幕僚張藝三在爆料說什麼 他只講一件事情 柯文哲有很多私人行程 連幕僚都不知道 他用什麼方式 簽公文 他的行程表裡面 就會寫簽公文 他說他都是利用這種東西呢 支開水戶 來單獨的跟這些人見面 而且這種見面方法 最大的問題在哪裡 其實呢 他們都有所謂的連政匯報 也就是說 你如果今天有跟廠商見面 你有任何的問題 其實你都要公告周知 甚至是包括陣風處的人 都要派人來前來 但偏偏他們在找 柯文哲講 我跟威京小省 有我們那個 一天市長見那麼多人 拜託 我們每個都記得 偏偏就是所謂的 威京小省審慶金的紀錄 通通找不到 所以這件事情 柯文哲你得說清楚 怎麼辦 如果你去見了這財團 不是不能 但你要跟陣風單位做通報 還沒完喔 你說越來越多人跳出來 這個是前幕僚 攝影官 啪啪啪啪啪啪 欸 狗仔也是用這個 在啪啪啪啪啪的啊 對 沒有錯 因為這個也是內部人 我們講的小兔主任 No.2 這個No.2是誰 他的攝影官 叫潘信攝影官 結果他貼出一張照片 因為大家一直在質疑說 你跟吳慶寧到底有什麼關係 為什麼你跟星光盤根錯節 甚至是你為什麼要偷偷的 跑去星光吳嘉跟吳東進見面 對此柯文哲完全沒有回答 結果他直接提爆說 欸 2019年柯文哲換車上陽明山 謝謝 謝謝 俊翔哥我坦白講 我們一般如果要見人喔 我們就正大光明 如果沒有坐賊興趣 直接去見就好了 為什麼他還要偷偷換車 我就想到四個字叫做 眼人耳目 有沒有可能 對嘛 所以你看喔 連這個攝影官都講了 我有滿滿的照片嘛 所以很顯然 柯文哲在當時這個 2019年的時間點 正好是我們討論到 北四科這個標案 T17 T18 跟星光之間 在斡旋的一個階段 那竟然在斡旋的階段 你還私會廠商 請問這個大家 該做何感想 畢竟最後 受惠的人是誰 當然就是星光人獸 連續三天喔 今天是第三天 柯文哲每天每天 都在網路電視直播 要說清楚講明白 講明白了嗎 他整個內容裡面呢 面對我們的質疑 特別是講到一個 袁大人獸他有沒有回答 沒回答 去星光家幹什麼事情 有沒有回答 沒回答 反正關鍵的問題 通通他都不回答 那你說那他到底 舉辦這個 我們講的假直播也好啊 直播這個錄影畫面 到底有什麼目的 我今天會講坦白的 就是因為有 1234 包括我們等一下會講到的 小洪覆密通通都跳出來 所以對於柯文哲而言 現在這個直播 這個假直播 唯一一個目的 就是我要把所有的案件 都跟我本人做完全的切割 甩鍋給這些 還傻傻留在船上的 過去的幕僚 好你剛剛提到了 副秘書長林玉宏 為什麼講他 因為包含了跟元大人獸 如果有這場會議 跟星光人獸 如果有這場會議的話 都應該是他主持 哇他在 台中市議會背群說出來的話 真是狠狠打臉的柯文哲了 首先元大人獸 這個衛造文書案 我竟然講百分之百是定了 因為基本上他包括 連回函的時間 Email拒絕的時間 在11月6號 以及11月3號 跟11月5號 連續兩次的發案 清清楚楚 三封Email都在那邊 你百口莫辯 再來你完全沒有辦法解釋說 當中為什麼我們的小洪覆密 竟然沒有做任何的簽名 而且這個會議紀錄 如果按照元大的說法 全部都是造假 那好 請問一下柯文哲 對於這件事情的做法是什麼 柯文哲那天被媒體問到說 哎呀元大人獸這個案件 你知道柯文哲說什麼嗎 哎呦我怎麼知道 哎呦小心小心小心 馬上頭雷雷看地板 完全不回答 所以如果你是相關人的 來我們柯文哲算完帳人 下一個會被算帳的人是誰 說柯文哲說他不知道 那我們要找誰算帳 當然是這個小洪覆密 所以小洪覆密是會議主持人 他是8Email的人 他當然馬上切割說什麼 他說如果說是我主持的會議 我一定會簽名 換言之我沒有簽名的 就是我沒有主持會議 他也跟著跳船了 所以他是在甩鍋 那我問你鍋甩著甩著 接下來會有誰 是不是變成許建輝這個科長 甚至是某個無差縫專尾 或者是當初做的紀錄 現在已經人到束發部的小文紀錄 那有沒有可能這些人 當矛頭跟所有的鍋 甩到他們身上的時候 他們才會發現一件事不對 待機大條 因為這件事情邏輯很簡單 為什麼這份會議紀錄至關重要 因為當時就是新光跟元大 為二兩個人壽廠商 並且同時同意說要一拆為三 以及相關的免投資計畫書 以及權力金的下修 他是導致後續調整標案 至關重要的文件 所以如果沒有上層受益 底下的我們講科長 負密會去做這種事情嗎 好四哥你怎麼看 柯文哲能脫身嗎 我覺得第一個 柯文哲常常在這個 所謂的直播 或是網路上面說要公開資料 OK我覺得這個沒問題 就全部公開 但是我們發現了 在世北科這部分 有些資料 突然發現不見了 或是當初沒有留資料 比如說14家業者的訪談 訪談紀錄到底在哪裡 再來說元大人壽 到底有沒有參加這個會議 一個元大說他沒有 但是這個市政府說有 所以這些決策的轉折過程 會列為我們下一波重要的一個 資料蒐集的對象 因為你當初譬如說 十六十七十八三塊要一起標 但為什麼要拆開來 那拆開來的原因是什麼 是標不出去嗎 那現在每一件事情他都說 因為我當時標不出去 所以我這樣做 但是誰下令要這樣做的 再來十六這一塊地 標給金仁寶 他需要所謂的計畫書 但是什麼十七十八不要計畫書 難道這個地連在一起 那就有差這麼多嗎 我每天經過那個標案 十六十七十八 看起來都不錯啊 都臨界啊 都是很精華的地啊 為什麼十七十八就不要 所以大家的疑惑是 你在整個過程裡面 是不是對於這個新華人獸 特別的偏好 然後在一些決策上面 對他有一個偏愛 大家是看著這一點 再來我們上次看到說 有新華人獸說希望的條降 這個相關的這個權利金等等 那他說那其他的 我們就問啊 其他的十四家 其他的包括元大等等相關的 有沒有提出類似的講法 如果說提出類似的講法 那大家就是代表 業界一致的看法 如果只有新華人獸一家提 最後按照這樣走 大家就會起人一鬥 所以這些零零種種啊 其實我蠻希望科前市長科市長 就直接到調查小組 大家面對面 我相信你對於市政的熟悉 還有當時你這些參與的這些事情 你一定能夠開開而談 然後呢告訴我們疑點在哪裡 解釋大家對於這些事情的疑惑 我覺得這是你最好 把自清的舞台 而不是說開直播 然後在自己的這個粉裡面呢 說這個我們市議員都不懂 當然我們不是建架師 我們當然不是建架師 但是我們可以請相關人 來做一個很公平的一個調查 所以我覺得還是請科市長啊 與其在外面呢發表議論 表達不滿 不如直接到調查小組來 我們重新回到這個議會裡面的大學 國債市長三大弊案之一 來厚智 這個地方列被告 不只國債市長 你回頭去看那三個案子 柯文哲要拖身容易嗎 因為他現在其實 嚴格來講有五個案子 台志光其實也有他的份 南光轉運站 現在議員議員也在打 對不對 然後中間南光轉運站 跟T17 T18都是新售 對不對 然後雨果市場跟金華城 都是威京 大家就要問說 你為什麼都是這兩個 柯文哲現在就講說 把所有會議記錄拿出來 問題是 台志光的時候 你不是說我所有東西都有嗎 你現在可以 他在檯面上跟大家講清楚說 我到底是怎麼樣 他現在的狀況是 你在打他A了 他就講說我B沒問題 然後你打他B了 他又去講C 對不對 再來雨果市場這個東西 更明顯 就是為什麼 他那時候用減相招標 他說我錢不夠 所以我先招標一部分 我招標1到5樓 6到8到時候再說 沒有人這樣買東西的 你買一台車 說我引擎 我錢不夠引擎後買 還是我大車後買 你買來你裝得上去嗎 你像這一棟樓開局 以前我們只聽過說什麼 捷運什麼土建基電分開標的 沒有聽過土建分開標的 1到5樓是你蓋的 6到8誰敢往上蓋 就算你有圖子 有結構力學沒問題 你有沒有偷工減掉 誰知道 所以最後當然 當然只有中華工可以標嘛 所以他是吃定說 反正裡面也不敢擋 要不然我蓋一半怎麼辦呢 對啊 那問題是你到處如果是這樣 你如果是告訴大家說 是這樣我會分段招標的話 別家公司就進來了啊 那問題是 當初你的狀況就是 因為這樣 因為你資訊不透明 沒有人知道你是這樣蓋的 所以只有中華進來 中華蓋完之後 也只能讓他繼續蓋嘛 不然我去標的6到8 他的算中華的還算我的 那有沒有可能一開始 兩邊就講好了 這個東西一定要講好的啊 不然你怎麼可能 我今天這樣講 你蓋一個樓 你中間那個結構的部分 你不留是能往上蓋嗎 你又不是我們一般 樓頂搭鐵皮屋搭圍件 那東西通通要留好 結構力學我就是算6到8 我如果算結構力學 我只有算5樓的話 我6到8往上蓋不會垮掉嗎 一定垮嘛 所以你在蓋的時候 你就知道這個東西 一定要繼續蓋上去 不然就浪費啊 為什麼 我本來比如說 我只要這麼粗的柱子 為什麼需要柱子做這麼粗 所以這個案子查下去 一定有問題 今天來講柯文哲的案子 包括這個 包括金華城 包括新售T17、T18 因為T18也太明顯 你就是跟人家 你就是跟隔壁就是兩倍價錢 你現在講這麼多 很簡單 你今天來講 你當初怎麼玩人家的五大案 你現在就自己怎麼做 你今天當初說 我資料有帶出來 你就把它攤開來 因為北市府現在講說 很多東西我沒有資料嘛 那林玉宏 當初說 主持市場會議 原大會議的林玉宏 沒有簽字 他還在台中市議會議講 如果是我主持的 我就會簽名啊 那就表示沒有這場會議啊 他就表示說這個會議沒有嘛 他今天講得很清楚嘛 不只是原大否認 林玉宏也敢這樣講 你柯市府誰來跟我講說 就是了這場會議 試試看 阿伯這下真的出事了 我們看到 台北地檢署偵辦 北市科跟金華城兩個案子 把柯文哲列為被告了 檢方追查的重點 在今天曝光的這個公文裡面 證實金華城容積率從560變成840 最後就是柯文哲落款蓋章 由上而下交辦下去的 而在追決策過程的時候 更關鍵的一份會議紀錄又跳出來了 他顯示包含了都市計劃選議委員 開會過程都曾經強烈反對 你怎麼可以給他840%的容積率 我們就問柯市府為何最後還是強度觀山呢 好 俊強哥還有報信的觀眾朋友 柯文哲的三大案三麻煩 現在三路齊發 檢調動了 市府陣風處 台北市議會還有兩個專案小組 北市科跟金華城 阿不是還有一個台智光嗎 俊強哥台智光早就在動了 檢調早就查了 所以有台北市議員被收押對不對 所以我說三大案三麻煩 而且三路齊發 今天在我們現場的來賓 通通都是台北市執政的議題的專家 等一下請專家們跟大家說明 我把整個架構拉出來給大家看 今天檢調出來說明 昨天講話來講什麼 他說呢 檢調已經來要進化成的資料了 今天馬上就被被告 雖然他是這個他治案 不過為什麼市長本人會被被告 這是個刑床的事情嗎 當然不是啊 市長一會做事會被控調查 變成列為被告 被列為被告不代表一定會被起訴 被起訴不一定有罪 沒錯 可是問題是為什麼柯文哲被列被告 俊強哥 因為他跟整件事情看起來脫不了關係 來觀眾朋友 這個公文證明了什麼 2020年的3月17號的時候 所以金華城直接跟柯文哲市府陳情說 我們希望能夠保障容積率560 而且要爭取更多樓地板 那你要看到這整份公文當中 市長是有簽約的 所以你市長在這個事情為什麼會列被告 跟你有關 第二個你在後來4月6號 有沒有在3月17到4月6號的時候 柯文哲他簽覺醒 這個金華城陳情的容積三項 送到都委會去審查 講完這兩題已經講了 現在的蔣市府不這麼做 所以你就知道了 市長是在這整個過程當中 金華城自己爭取是他要爭取 可是市府你同意他的爭取 你要求市政府的各單位去配合他的單位 而且最後還答應他800次 所以柯文哲現在就要被調查 就這麼簡單 好 你剛剛提到了 這件事情跟柯文哲脫離不了關係 一開始我們就說 阿伯出大事 因為他被列被告 現在北檢要一個一個查下去 再來 當然我一直在講說 今天金華城在商延商 我努力的各種名目 我要爭取更多的這個所謂的 這個840%的容積率 這個是商人 問題是你怎麼要准他 是現在檢察官要調查的重點 再來 今天簡書培又出具了 公文裡面另外一個貓膩 到底有沒有所謂的柯文哲 嘴巴理所的松山計畫 我退三步 那不 你要解釋清楚 好 那在整個公文當中 簡書費也去爬輸了 你看一下當時柯文哲 為什麼讓金華城 能夠爭取到那麼高 840% 你560 所以觀眾朋友這個空間是這樣 你從392回到560 因為到時候有一個監委 叫劉德勳 他糾正了前好市府 所以回覆到560 在林慶蓉副市場的時期 可是你又第六六八 加到840的時候 你就要知道 金華城自己所提出的那個 我要增加50%那個部分 到底合不合理 那你的計畫書 我們要把這整個松山的亮點計畫 放進來 可是公文裡面 根本就沒有什麼松山計畫 所以就會變成是 這個金華城 他自己幫自己所想的 要另外多50%這個事情 基本上你是可以不同意的 可是你通通買單 那你同意了 那如果假如說 可是如果專家都說同意怎麼辦呢 觀眾朋友 專家就沒有多說同意 你看到這一份 當時在這個 都委會裡面的會議紀錄 裡面的這個 都委會的委員 他叫做曾光中 他明確地在 金華城提出 就是我剛剛講的 我們要到八百四 他這個要求提出以後 他裡面的會議紀錄 講得非常清楚 他堅決反對 他認為這個 金華城所提出的東西 已經完全可能超過 我們現在法令所限制的 他不同意 堅決反對 寫在這裡啊 那為什麼 好龍斌堅持三九二 林青龍恢復到五百六 柯文哲要放棄到八百四 這整件事情 檢調要進入調查 就是因為市長 是不是在整件事情上面扮演 要求市府各單位 配合金華城 讓他升到八百四 的容積獎勵 這就是柯文哲 目前被列為被告的 最重要原因 好雨萱 阿伯列被告 阿伯這一下是 真的是大難零頭了嗎 因為今天這個 他們民眾黨召外記者會 特別講說 沒有啊 這是偵查階段啦 可以還阿伯清白啦 希望可以這樣 我替你再放屁 根本就不可能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是以黑金莊案 俊良哥我在講的時候 他是以黑金莊案在處理的 那你黑金莊案 他是什麼樣的 第一個代表他有主任檢察官 底下還有調動檢察官 而且他分為好幾案 包括金華城也是一案 北思科也是一案 所以今天回歸到金華城 這個案件本身 其實代表一個東西 如果說他只是偵辦案 中當他治案 他應該要對柯文哲用什麼 不用證人請你來說明啊 所以他如果沒有用證人來說明 其實代表一件事情 他已經有相關的市政 不管你是說掛線 又或是監聽 又或是取得相關的文件 因為今天揭露 包括金華城這個案子 跟北市這個案子 他不是說我突然起來 想到我要開始辦 他是已經辦了兩個月 已經跟北市府要資料 要了兩個月了 所以要了兩個月之後 最怪的是什麼 當今天檢調提出說 我們把柯文哲 列為貪污治罪條例的被告 連罪名都有了 也不是跟你講衛召文書 也不是跟你講別的 就說你貪污治罪 那我問一下就這樣一個 請問一下柯文哲他一個人 他下面會不會包括副市長 包括我們講的彭震生 包括我們講的相關的土開 相關的科員 他應該是一條龍 通通大家都列為被告啊 現在只有他喔 只有柯文哲喔 所以代表這件事情叫什麼 最正明確嘛 他們已經很清楚鎖定這個標的 否則各位 辦案不是這樣辦的啦 你三項特別的容積獎率 我們講的那個百分之二十的 不好意思 都是你自創的 沒有人這樣幹的 居然哥 你今天可以說 你家想要重建 所以你自己寫了三個明目 比如說因為我很帥 因為我是俊相 我主持武器爆新聞 送進去送我二十他 我告訴你 送是我的自由 你可以不要準啊 對就準了嘛 啊準了嘛 你講那個重點嘛 準了嘛對不對 那包括容積轉移 能不能說轉移就轉移 各位沒有這種事情 因為容積轉移 它會乘上加乘 所以乘出來變八百四 超越101這個怪物 那我講的這三點 它都有一個共通點嘛 請問如果沒有柯文哲的點頭 或柯文哲的專簽 有辦法這樣子 這個關關難過關關過 直接違背都委會的意見 然後彭政生在那邊站當個主席 然後全部點頭如搗蒜的 直接拉通過嗎 當然不可能 那你說雨萱你證據在哪裡 我不需要證據啊 為什麼 因為如果檢調 現在把它列為被告 代表我們的黑金莊案小組 已經有了證據 才敢做這樣的聲明嘛 所以接下來的問題 各位已經不是媒體輿論上的攻防 而是你柯文哲得要好好想一想 未來自己的人生在土層 該怎麼度過 都市計劃審議委員會的專家提出的意見 當然就是針對整件事情把關的過程 你要證據 證據在這裡 來導播我們看 這個叫做曾光宗的委員 他在會議當中留下了這個紀錄 他怎麼主張 他說本案金華城的這個 放寬容積率的這個討論案呢 來來往往花了很長的時間 他個人認為 申請單位指的是金華城 沒有正本清源好好提出規劃構想 卻一直希望政府開一張無限期的空白支票 讓申請單位就是金華城 想要多少樓地板面積自己填 這個心態很不對 重點是曾光宗說 個人堅決反對金華城這個申請人 提出來的方案 小平哥 這個過程白紙黑字在這個地方 對比柯文哲後來 在花一茶幾招硬式排版過程 會不會太大膽了 太大膽 不管曾光宗 不管是何方子 不管是黃台 是很多的這個審議的委員 認為接約不可 然後曾光宗是講話講最重的 那最後第783次 就第四次 第四次的這個開會 總共開了四次會 那個都市計畫審議 為什麼沒有他 所以我那時候在 可能是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 不管是COVID-19的時候 那時候疫情的時候 然後為什麼沒有他 他為什麼缺席了 對 因為最後聘 聘是那個嘛 這個彭政生 這個副市長主任委員聘的嘛 他要聘誰都聘誰 而且聘了九個 找了九個該出席的公務員 只來了三個啊 為什麼 怕坐牢啊 許阿雪 當時的這個都發局的副局長 他從頭到尾都反對 他也請假啊 他也不敢去啊 許阿雪也怕坐牢嘛 你們可以去問問許阿雪 這第一個 好 我再補充一下何方子 這第一個嘛 第二個反對叫何方子委員嘛 他說這個案子 不是都市更新的地區 所以沒有都市更新的 容金的獎勵的辦法 所以當然不適用 這第二個反對的委員 第三個反對的委員 叫黃台生 他說申請單位現在的提案 跟現行的法規不太一樣 然後本案好像是想突破 原案的規定 什麼叫現行法規 兩個法規 我們這個台北市的自治條例 台北市的法令 沒有規定 什麼任性城市 什麼都市一項 這些鬼東西 就可以加20% 加了多少 加了三四百億耶 然後重點是什麼 重點就是 你中央的法令 我們都計法 也沒有什麼任性城市 重點是你為什麼 這樣量體這麼大 蓋出來蓋七八萬瓶耶 七八萬瓶你知道一瓶兩百萬 然後銷售瓶數再乘1.4有公設嘛 這個案子可以賣到一千三百萬耶 三百億耶 那建築費用三百億 這案子可以賺一千億耶 這名子名高嘛 所以在法律上 我認為一定要起訴 柯文哲為什麼你知道嗎 只有起訴才會找回 找回這個土地的正義 而且很諷刺的是 我認為幾百萬的年輕人 是不是要去看精神科啊 不是公開透明嗎 你怎麼可以涉嫌貪污貪辰這樣 你的阿伯年輕人的偶像 無意不予 在政治上 它是一個髒東西你知道嗎 每個案子碰到彩端 都這樣給 都放水都這樣給 我認為這個案子 他很難能夠脫身跑掉了 所以這次在議會裡 你也參與分案了 接下來這個案子 怎麼往裡面爬 爬出更多的真相 很對比 對於台南市政府議長惠雄案 判決無罪的結果 記者跑去問柯文哲 柯文哲說什麼 舉國誇然啊 違反常理啊 記者接下來問他說 那你對於北市科跟金華城的案子 你怎麼看 柯文哲不回應 直接走掉 異常的低調 然後呢 更離譜的是民眾黨黨團 對於金華城跟北市科 這兩個案子的回應是什麼 很單純 直接罵議員是沒有下線 沒有道德 甚至還把責任推給蔣萬安市長 這種行為啊 只有兩個字可以形容 心虛啊 心裡有鬼 根本不敢面對 金華城的容積率從392% 增加到840% 增加的利益是好幾百億啊 對於大家的疑問 民眾黨的回應 完全都是在避重就輕 他只回答 容積率從392% 提高到560% 這個階段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他通通推給監察院 說是因為有監察委員 跟他們糾正 所以柯市府被迫的 要同意變成560%的容積率 但跟各位報告 監察院對於這個金華城的案子 不是只有在柯市府的時候有意見 在郝龍斌市長時代的時候也有意見 但是當時 郝市長怎麼回覆的 他直接回覆他 因為台北市的間接不同 退回去我不接受 392%就是392% 我無法給你更高的容積率 立場站得很穩 但問題是柯市長的沒有 直接通過了560% 更不要說現在還被發現 這個監察委員 劉姓監察委員 好像是沈春慈基金會的董事 與金華城的關係還蠻密切的 這個疑點也非常多 他接螞蟻公的案子 螞蟻公是先決反對 從392%放到560%的 沒錯 然後接下來從560%到840% 容積率這個過程 柯市長 民眾黨完全不回答 金華城的案子 真的是讓大家非常的驚訝 尤其是北市府最後的回答 也非常驚訝 因為我們在委員會 問金華城的案子 那你的看法是什麼 接下來 如果你要讓金華城通過 是不是後面的案子 要比照辦理啊 因為大家這個標準還一致嘛 北市府怎麼回答的 他說抱歉 因為金華城這個案子 他們認為所耗費的成本太高了 所以接下來不會再通過 也就是金華城的案子 是錢無古人 後無來者 單純的土地金華城的案子 之後不會再出現了 更不要說北市科 柯文哲市長的講法 跟元大講法 南雲元北側 我只能說柯文哲現在 列被告只是開始而已 接下來他會不會 因為土地廠商 偽造文書被起訴 都是非常有可能的 好 除了金華城 剛剛提到一個重點 北市科 今天雨萱帶我們來看到 檢察官把阿伯列被告 要查的還有一個就是北市科 今天最大的貓膩是 根據柯市府提具出來的公文 他說有喔 我那時候我不只訪問了新壽 我也訪問了語言大人壽 你看我兩家我都有去拜訪 我沒有圖利新壽 你們不要亂講 問題是今天就被揪出來 當天你所謂的開會 有拜訪的那一場會議紀錄 代表元壽簽名的那個副理 光是簽名有三個版本 後面有沒有鬼啊 我們講喔 這個北市科的案件 當你看到圓大人壽 這個通常喔 叫做商業集團 叫做上市公司 不會參與政治的時候加入 代表有一件事情 破口已經打開 為什麼我們這樣講 因為各位除了說 藍綠的專案小組 已經在北市府北市議會 打算要針對柯文哲 相關的案件 進行調查之外 最主要的是 我們仔細看看 元壽討論到的東西叫做什麼 其實就很簡單 一句話就可以講完了 元壽指控柯市府 衛造文書 那衛造文書你要有目的喔 衛造文書叫做公務人員衛造文書 它的背後的圖形 是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圖形 但這個還不是大條的 因為你衛造文書 for one 其實背後就兩個字 土力 而土力 如果你還有對價關係 就兩個字 叫做貪污 所以現在一路往上燒 包括我們講的 整個黑金專案小組 也要查這個案子 我們來帶你看到這份證據 你就看懂了 這個是當時 林副秘書長林玉鴻 所留的備忘錄 而備忘錄寫了幾個重點 第一個下午兩點開會 再來會議的主持人 叫做林玉鴻 而再來最奇怪的是說什麼 連人家王伯騰 名字好好的 都要給人家打錯 打成王伯勝 然後原本應該做為最重要的第三方 也是會議紀錄方 也是整個地上權標案 PCM 也就是他負責行銷規劃的廠商 策威公司 竟然沒有出現在這個表格裡面 你說林玉鴻 這有什麼大不了 策威沒有就沒有 錯了為什麼 因為前面四家 在原大訪談之前 總共包括新售 包括原力 這些廠商 請問一下策威有沒有 當然有 而且全部列在這邊 因為策威要負責一個工作 叫做會議紀錄 他要把相關的文件 相關的文書 通通用錄音的方式記起來 但劉鴻哥你猜猜看 在原大這場會議裡面 有沒有他的紀錄 有沒有 所以崇州大委 如果沒有這個會議紀錄 你們真的沒有開過這場會 哪來的這個備忘錄呢 他說錄音檔搞丟了 他不能這樣 他說我不知道 錄音檔弄不見了 其他場每一場都有錄音檔 偏偏遇到原大這場 沒有錄音檔 也沒有開會通知說 我開電話 沒有開電話 叫他來的 很奇怪的 所有事情 現在要證據 沒證據 要真相 只有這張 非常詭異 疑 造假衛造文書的 會議備忘錄 董哥 你知道原大 這兩個 林毅仁跟王博勝 他們公開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們對旁邊的記者講什麼 他說柯正如根本就在圍造文書 那他們當天到場的時候 因為信任正如嘛 他看到那個他有簽字 上面簽的大沒有不然 其實他認為我是來開四點的會 上面簽的是兩點的會 就是說我今天看到空格 麻煩你這裡簽名 他就簽下去了 他沒有看你這個今天寫什麼 他怎麼會不信任正如嘛 那他以為來是要開一個數位 在內湖的一個 一塊土地的一個會議嘛 來遵循他嘛 他以為是這樣嘛 所以他才會火大 那你看先到今天為止 所有的官員都還在包庇 你看 什麼錄音帶什麼都不見了 為什麼要有這個紀錄 這個紀錄是大家在保命的 我老實講就是在保命 你看就這樣嘛 我一定要有個東西 然後來講 那這個會有沒有開呢 依照嚴大 人壽首獎 顯然是沒有開嘛 可是一堆人 大家 因為上面交辦 所以大家就弄出一堆東西 為什麼 王博騰的名字會故意被寫錯 到時候 你如果有華麗行政 我沒有 我沒有講你啊 我寫王博勝不是你啊 還留一手 原來是要這樣 沒有錯 我講的不是你啊 是不是 我什麼時候又假罵你的名字 你叫王博騰我們上面寫王博勝啊 我告訴你 這都是一些招數 所以你今天看到這些人 每個人都在留後路你知道嗎 啊市政務這官員很可憐 可是也很可恨 你現在應該把真相講出來 連林立鴻 現在已經到台中市政務當副秘書長 都還不肯講 記者問他說 怎麼回事 他說就照我們的會議紀錄 會議紀錄你沒有簽字啊 你是組織人 你沒有簽字你在搞什麼 上面交辦 每個人都知道是上面交辦 是誰交辦 副秘書長 副秘書長幫忙是林立鴻交辦 然後下面的獨花集 大家趕快去弄 弄一弄 就大家照表演出 那這東西 會議有沒有開 其實不難查嘛 嚴大這邊也有 台北市政務這邊也有嘛 但是市政務說 錄影帶丟了 沒有錄影 通通都沒有 只有這張紀錄 這不是真好笑嗎 這像一個科文哲公開透明的一個政府嗎 當然不是這個貓力太厲害 而且太讓人家覺得不可思議 宇軒帶我們來看到的是 柯文哲任內留下的三大弊案 我們昨天跟大家追的是北市科 今天浮上檯面的是金華城 所有的人都在問到底柯文哲你柯市府任內有沒有對金華城縱放 只講一件事 他在改建過程當中的容積率560% 如何變到840% 在這個決策的過程當中 要不要說清楚來講明白呢 這是國民黨的台北市議員尤淑慧提出這樣的質疑 說是你科文哲重放 我們今天給大家來看到的是 今天在各大報金華城刊出了這個全版的這個廣告 說什麼金華城被霸凌37年 他羅列了八大被霸凌的理由 然後重點是他說 如果你們都覺得 560%變840%的過程有狀況的話 歡迎舉報到檢調去 讓檢調來查 看起來金華城底氣也是夠的 我們只問柯文哲 你是怎麼樣做出這個決策 如果說有能耐可以發表五大報 甚至召開記者會 甚至跟柯文哲橫撐意氣 講出同樣一套話的人這個叫做被霸凌 那坦白講我好想被霸凌 因為如果被霸凌可以賺到上百億的金額 那請霸凌我吧 趕快 駿洋哥霸凌我 在開我什麼玩笑 哪一個被霸凌的人可以用五大報這個版面 而且你給各大報的預算是多少 你要不要講出來一下 所以這個問題我們來一一的細數爬書 到底金華城這37年來 我們講他的前世今生是被霸凌還是 極萬寵愛於一生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各位我們先直接從數字來看 在1991年原本金華城的容積率 是392% 理由很簡單 他那時候叫做工三 工業區各位這樣聽到聽到 到了2021年的時候變成了840這個翻倍 等於是到底怎麼來的 現在大家在問這個問題嘛 所以柯文哲講不清楚 我來幫他跟大家講清楚 392第一個怎麼變成560 因為他進行了地幕變更 結果沒有想到後來要選舉之後 連續兩次增加 那為什麼連續兩次增加 因為跟各位報告 分別是他先獨創 我跟各位講這是獨創 也就是台北市政府從來沒有這個規範 他說自己容積獎率 然後提了4點什麼鑽石級的啊 然後什麼一大堆理由 但我們跟各位講開創首例 因為過去從來沒有這種容積獎領項目 各位啊你如果有在關心都市計劃就知道 台北市的容積獎率項目 它必須要按照相關的法規 也就是說我規定有哪幾項 你要照遊戲規則啦 好我就問 今天如果金華城想發射法在他城上 我努力的要跟市府 要到更多的容積率 對啊我商人我一定會這麼做 問題是就算我金華城 我去自創了一個所謂的容積獎勵的理由 我沉上去 台北市政府你可以不要準啊 對所以這個重點來了 2021年的時候到底是誰準這個公文 那大家不用講了嘛 就是柯文哲 所以柯文哲分別做了兩件事情 讓他從560變840 第一個就我們在講這個 幫他創造了四項 金華城自己報的容積獎率 給他了20% 然後所以增加到了728嘛 然後隨後呢又讓他讓 從另外一塊地 把容積轉移到這個房子上 就你們知道這個離譜在哪裡嗎 如果這個行得通喔 如果柯文哲這樣行得通 那我跟你講 我去文山啊 我去什麼盧州啦 這邊全面去買一塊地對不對 然後我說我要轉移 然後在信義就要去轉移 你覺得這樣合不合理 一坪轉移一坪當然不合理啊 對嘛哪可以這樣轉嘛 如果可以這樣轉 所有的建商都這樣幹 大家都去偏鄉地帶 買一大堆地之後 全部都轉移到金華地區 所以行不通嘛 這不是一個理由 所以當年才會被擋下來嘛 但不好意思 柯文哲分別放了這兩次之後 最後你才看到 從392漲到840% 好再來我要請導播 我們來帶這一張 這一張表格今天好好來琢磨一下 為什麼畫一個藍色通通槓掉呢 我就問 今天如果台北市政府柯市府 你真的有這個胸膛去 准了這個所謂的 各式各樣的容積獎勵 准給了金華城 我也認了 當問題是為什麼從頭到尾你的人都缺席 在最重要的決策會議上 你不敢背書嗎 對沒有錯 就要跟你講到問題的核心 我們剛才講了這麼多流程 來比如說第一個流程 讓他變成560 請問一下誰拍板定案的 當然是柯文哲 當然有會議紀錄啊 請問一下後續誰給他連續 兩次容積獎率 包括一次移轉的 也是柯文哲 結果我們看到柯文哲 是怎麼處理這件事情來 台北市都市計畫土地 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 會議第602次 結果你發現一件事情 一大堆委員 其中過半都是什麼 台北市政府的高官 結果這些台北市政府的委員 官方的委員 竟然有7成5 不敢出席 只有2成5的人出席 換言之 他們為什麼不出席 因為理由很簡單 當在討論到容積率的 關鍵會議的時候 這些委員 是不是因為害怕自己做紀錄 害怕自己留下伏筆 到時候會被追殺 他會被清算 所以索性乾脆 我不負責 我不背書 通通都不簽 我們今天看到了各大報 金華城的全版的廣告 他們自清 然後也講了 有問題移送檢調 看起來底氣十足啊 現在不管是金華城 或是柯市府 或者是黃珊珊 或是柯文哲本人 一直講說有問題都送檢調 不用急 真的有可能送檢調 現在目前市政府 正在查 市議會正好有一個調查小組 也要查 觀眾朋友我們早就告訴你了 三大案 柯文哲惹麻煩 中華民國事務最推定 所以呢 目前看不出 到底會不會一定有問題 但是很明顯的瑕疵 跟那個 question mark 就放在那邊嘛 為什麼 我跟大家講對不對 北市科 台志光 金華城 北市科 台志光 金華城嘛 那金華城這一塊 很簡單 我就用這個數字跟大家講 大家要懂了 對不對 郝龍斌時期的時候呢 他的容積率 金華城有金華城的說明 他們認為說 我們這塊用地本來就應該有560 可是問題是郝龍斌 他有他的想法 他說不到560 所以他每次去爭取 六年爭取了以後 都沒有給他嘛 所以好市府根本沒有任何 圖利 這個金華城的可能性 因為我是沒有同意你的 那你的容積率 560 那你說你應該560 俊大哥那很簡單 我講這個觀眾朋友聽得懂 那你既然說你是560 為什麼最後840 你說你這塊就是第三 第三類用地就是560 那為什麼最後是840 那840是誰核定的 就柯文哲市長 所以現在柯文哲只要告訴大家 為什麼給金華城840 還突破101的天氣 超過你剛剛自己講的標準 我們沒有當事 我們不是當時在開會的人 是否要出來跟大家講 這是其一 其二 他的那個給容積率840 那個會議當中 15個人要開 12個人要開會 他只有幾個人出席 五個人出席而已 那其他人為什麼迴避 所以這些東西 就跟我之前跟大家講的 北市客一樣 我都不會在我們節目當中 跟你斷定說 啊我跟你講誰一定有問題 但是在看起來人家提出質疑的時候 其實我就講了 包含柯文哲跟他的團隊 不用針對那些枝偽末節 再跟譬如說郵書會 或是跟蔣萬安圈那邊吵嘴 沒有意義 因為你只要一錘定 把證據拿出來 就我剛剛問的 就這個簡單 你既然金華城認為是560容積率 你提到840的理由時間地點 以及為什麼會有這個開會的委員 他臨時缺席 他沒有來參加 他不想背書 為什麼跟大家講清楚 這個事情就算過關 董哥 金華城是民進黨主打的 結果選後呢 國民黨的台北市議員陳聰文 被收押了 民眾黨劍內欣喜 開始打國民黨 講完了 你這個就有問題 對不對 那打一打 後來發現不對了 為什麼 因為他講有問題 講到誰 講到郝龍斌嘛 郝龍斌那時候的秘書就是郵書會 郵書會對這個案子最清楚的 陳聰文其實跟柯文哲更麻吉 2018年 柯文哲競選連任的時候 那時候國民黨提兵丁所忠 民進黨是姚文志 你知道陳聰文找誰幫他站台嗎 找柯文哲不找丁所忠啊 他們就是比較麻吉了嘛 那你今天打了 打了以後 郵書會就忍不住了 郵書會出來講 郵書會講了一件事情 他說 因為柯文哲故意隱瞞 我們的台字光案是一個BOT案 BOT25年是很短的 我們 我們的喔 譬如說101 我們跟廠商的BOT 連線是70年啊 你柯文哲故意隱瞞這個嘛 那廠商去鋪了很多路線 光工程就要做45年了 你沒有給他25年 他哪來立論啊對不對 沒有人要做嘛 就會有這樣 所以郵書會 倒打他一把說 你那個北四科才有問題 你給星光 星光 吳馨寧就是你的政治搭檔 就是你民眾黨的 所以大家才去爬梳 出來發現 哎呀 原來這個案子 所以有人就跑去問李四川 工程專業不用講 李四川 他沒有評論很多 他說這個案子給人家就是大小眼 怪怪的 對 大小眼 什麼個大小眼 兩邊一比較 金仁寶 金仁寶的許勝雄董事長 是海基會代理董事長 他在國內是領袖的企業 他很懂得科技 結果他還要弄一些報告 然後呢 台新 台新人獸他不用了 他不是這個專業 他反而不用 那你今天 所以那種大小眼 給人家看得太明顯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 剛好三個黨各有一個案子嘛 對不對 北四科可以講國民黨答的 台志光是民眾黨答的 然後金華城 是民進黨答的 這三個案子 柯文哲投不了身 什麼叫用刀叉吃人肉 柯文哲過去都在形容別人 然後每天要講別人 垃圾不分難力 沒有 我看白的垃圾好像還比較明顯一點 好 敬平 所以文空北四科看到了金華城 就是難過關啊 你怎麼看 所以當這個不管是金華城 當時在調查的時候 林中銘算是以前科P用過的都法局局長 然後還有包括這個李四川 他現在是蔣萬安的這個副手 他們去跟監察院這個做約詢的時候呢 也提供相關的資料 而且兩個人也都說這個案子這樣做是不對的 有問題 然後李四川也說如果是我不會這樣子處理事情 他為什麼要這樣講 光是你看那個整條藍線畫下來的那些委員 沒有出席你就知道75%的這個委員 我問過台北市跟桃園市的 還有新北市這三個三都 六都裡面三都的都法 相關的這個審議委員會的委員 還有都法局的局長官員我都問過 像這種重大的會議要不要去 要 一定要 你要去把關啊 請這樣 不行 一定要有人在那邊 局長真的有公務 你有要公務 真的發生什麼意外 生病還是住院幹嘛 副局長一定要在那邊 那你告訴我 今天這個空白 空一整來什麼意思 這就是準備這個混水摸魚 然後讓這個 讓這個案子不要受到刁難 就這樣輕輕鬆鬆 輕輕鬆鬆 這個5566就過去了 然後等到N年後的此刻 我們在追究這件事的時候 他在這裡沒有落款啊 他不用背書他也不用負責啊 你要看每一次的這個 這個雙北 還有這個北北桃的這種都法 都省會議都法會議都很 很慎重其事的邀請外聘委員 專家學者這樣 然後這樣子整個開會很晚 要做會議紀錄 然後我們議員都要看 以這樣的一個狀況 既然還可以做成會議紀錄啊 我真的覺得華天下是大機耶 這簡直是在開玩笑 那個玩小兒科啊 這麼重大的 尤其是你的這個 容積率是三級票耶 我從來沒見過這個 不要說這個台北啊 放眼全國各縣市 我從來沒見過 從392到560再到840 然後可以講說 哎呀 因為我有捐出去那個 藕系藕館那個旁邊 在金華城旁邊 然後當時這個 好市府沒有把我算進去啊 所以我要去監察院怎麼樣 我告訴大家啦 很簡單的 你要換容積率 你本來就是要捐周邊的地 但是容積率也不可能 讓你從這個 392又到了560 然後560之後 你又再可以說 我還有再差20%的獎勵到840 到560已經很了不起天花板 所以我認為這個簡直是典型的 得了便宜還賣乖 然後那個市政府呢 通過給他這個案子呢 簡直是打混摸魚在這個 讓人家這樣子過關了 然後一推256 等到事情發生的時候 那你檢調怎麼樣查查查 我覺得這個叫做不負責任 那以後都可以這樣搞的話 那是不是每個廠商 每個這個都發局啊 容積率 就這樣輕輕鬆 換這麼多的這個坪數 可以賺400億 那大家都這樣搞啊 你不要以為說 人家抓不到你後面 有什麼官商勾結 還是背後的牟利 但是光是這個事情 大家聽起來 就覺得有有愛社會觀感嘛 然後整個事情 讓大家覺得很扯嘛 彩薇 我就問喔 今天金華城這個各大報的廣告 我當然理解 他當然要為自己自欽 為自己捍衛 我是清白的 不然你們告到檢調去 檢調也會還我清白七一 第二 現在外面有一個聲音在懷疑說 今天各大報的這個大動作 是不是在幫柯文哲 把他從北市科的尼納尼搶救出來 轉移目標 最後我就問 金華城這一題 柯文哲有比較好過關嗎 我覺得兩題都沒有什麼所謂過關的問題耶 如果有過關的問題的話 為什麼都直到現在喔 台北市議會還要來組成兩個調查小組 這兩個調查小組我都有去參加 但是因為我們直播的現在當下還沒有抽籤 所以我還不知道我們抽不抽得到 但是我跟大家說 因為問題太多了 所以大家想要去抽籤的這個踴躍度非常非常高 裡面問題非常多 我首先先說金華城 我也不懂為什麼金華城今天 這麼這麼有種還敢出來說 召開記者會說 大家有問題的話 那就去告上檢調吧 其實我真的覺得不用金華城 這樣子講 因為接下來其實包含市議會啊等等的 我們只要調查一有結果出來 也真的不用大家有問題的去告 我們直接就會去告發 所以這是指日可待 而且金華城這一個東西 其實監察院早就都已經打臉了啊 監察院早就都已經發函出來 就是你有疏失 而且是有違 原本我們台北市政府定出的 容積獎勵的一個原則 也就是說他已經認定 這個你柯文哲就是有疏失了 有違反比例的一個疏失 那請問為什麼金華城柯文哲到現在都不認呢 難道你是不認同這個監察院說你有疏失嗎 所以這個金華城有疏失 已經是已經是真真切切真實的事情了 那再說到北市科 北市科其實連專業的李四川都告訴你問題在哪邊了 那是大小眼嗎 為什麼短短一年的時間 我的權利金就可以相差百分之六十一 三塊都是相連在一起的土地喔 但是其中兩塊 去年賣的比較貴 那之後賣的權利金比較便宜 這不就很奇怪了嗎 才過一年的時間 權利金就差了百分之六十一 差非常非常的多 這不是大小眼那請問是什麼 更別說之後的這個財團 還是跟你柯文哲有密切的關係 跟你民眾黨有密切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兩個案 你從這方面來看起來 柯文哲都脫不了關係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喔 真的不要再去幫自己開脫 因為大家試想一下 如果今天這個案子是發生在好龍賓市府時代 柯文哲是不是每天早上賭麥說 這個案子有問題 這個案子一定是弊案等等的 你看看現在的講完 對他多溫柔啊 反正就是調查 有事證有事情的時候 有一些相關證據的時候 那就是我們大家看柯文哲 要怎麼去面對法官的一天 9點到11點 他在播的時候 我要盯著直播人數 升還是跌 一覺醒來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來點閱 一段時間你們給了我 百萬的訂閱 真的無限感激 最後我要跟大家當健康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武器報新聞》 郡相還有優秀的《武器報新聞》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咱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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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詞 boost 詞 松歌 莊 作詞 指子 指 指